今年有70万人去认购 金额大约是540亿 认购人数和金额都创出了新高 发行额会提高到200亿元 认购两手以下的人士会触额配合 另外认购两手以上的人士 当中有大约60万 可以分配到三手的iBond 银行会陆续通知个别的客户 iBond星期四就会正式挂牌 Rida想问你 譬如iBond现在大家都很火热 你预期第一天挂牌 会大概升多少度 如果从iBond来说 升幅多少 其实未必会太急 因为这不是一个股票 其实很多人抽iBond来说 可能很多散户 甚至去到机构投资者 可能他们都不会当新股 即时买 可能都会持有一段的日子 所以你说短期的 虽然说可能需求很强劲 但是升幅来说 可能不会新股 可能几成几成的夸张 甚至可能半成 几十百分 可能都是一个比较责富的上落 因为始终是一个产品不同 不是股票 所以可能很多投资者 可能会买债 可能散户有 尤其是散户得息 是持有到期的 所以未必会即时有一个很大的急性的需求 令到那个债价会上升 如果你是建议投资者 应该在星期四挂牌时 就立即沽售 还是持有收息会比较适合一些呢 基本上是很适合你 持有者的心态 其实基本上买这类型债券 就是Ibon来说 其实很多的心态都是收息的 所以你说其实 我建议 如果你当一个新股这样炒 其实你可能基本上 那个心态就已经沽了 但是其实很接乎你的研究者心态 而我相信你买Ibon 如果你看到第一天 如果当你一个短期的心态 你见到开头已经有些获利空间 其实我也建议你沽出的 但当然这关系 刚才我开头所说 其实很多投资者买Ibon 都未必是一个短期获利的 可能都是想收息 这些就已经不是问题之外 范围之内了 是的 那么投资者也要考虑一下 譬如自己的投资取态 或者就是那些资金 你是想长线有一个投资 有一个稳定的回报 还是有更好的投资选择 想沽出 即是套了眼再做其他投资 可能还要判断 在我需要贴人的回报 还是有一个不可能 这样子也有以后 是请假设这张词